今天11月19 1119这个数字呢 又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因为这一天呢 将会是Berset 5.0大集会的日子 确实的 因为之前呢 玛丽亚城他就有透露说 Berset 5.0会在11月进行 但是会落在哪一天呢 一直到今天 他终于就召开记者会 就宣布说是会在11月19号 那一天呢就是星期六 而在这一天之前 他们就会从10月1号开始 展开长达七个星期的 全国造势活动 而这个七个星期的造势活动呢 他们会以接火炬的方式进行 感觉好像有一些像奥运一样 就是火炬接力的方式呢 穿越全马来西亚246个城镇 还有乡镇呢 最后在11月19号那一天呢 回到吉隆坡 然后呢举行Berset 5.0大集会的 那他当然就有说到 这一次的集会 主要就是要提升民众 对于竞选门诉求 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了解 那同时他们也是要 透过这一个活动 来关注一马发展公司 议题带来的严重危机 那竞选门5.0集会呢 今年的主题叫做 Stand United New Malaysia就是团结力量 新的马来西亚 而且提出了五项诉求 分别就是第一个干净选举 第二个连结政府 第三个巩固议会民主 第四意义的权利 还有第五个就是赋予主权 给沙巴和沙拉月 那其实对于这一项集会呢 我们就访问到了马华总会长廖忠来 关于这个 Bersei 5.0集会 他有什么看法 Bersei 5.0已经拐离了 他的目的跟目标 我们大家都知道Bersei 本来是说 不与政治有任何的 这个派系纠纷的 但是呢 看来今天 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所谓的牛角尖 那么他们现在的目的 拐离了他们开始的这个目标 所以人民是不会认同这样的一个做法 人民现在要看到的是 踏实的政治的转型 能够交出成绩单来 帮助这个国家的未来 能够达到一个先进国的目标 而不是呢 我们在原地跑 我们在继续的在这种钻牛角尖 那么在我们自己本身 在国民的分裂 没有办法呢 来给人民正能量 那么推动国家的发展 今天除了马华总会长 廖忠来有说话之外呢 民政党的副主席刘华才呢 也对于竞选盟要举行 Bersei 5.0大集会呢 是感到失望的 他就说呢 其实这个举动就显示出 竞选盟他们根本不关心 国家还有人民的利益 他先就发表文告说呢 民政党之前就已经多番的 劝告竞选盟 现在现阶段不要举办大集会 因为这个组织 他们结果最坏市民玩 布林一意孤行 所以他希望人民 要背革这个不关心国家 和人民利益组织的大集会 那刘华才就认为呢 人民在经历过 那么多场的大集会之后呢 已经对这一类空喊口号 但是却没有实质成效的集会呢 感到有些厌倦 而早前的Dunkup MO1的这场集会呢 他就举例 也只吸引了大约2000人 参与就已经证明这一点 大家是对这些大集会 已经开始感到厌烦了 那他也强调说 集会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也有提到说 根据之前四次的集会来看呢 这些集会除了制造混乱 还有破坏种族关系之外 其实根本没有带来 任何良性的改变 其实这场集会呢 也引起大家的关注 会不会有政党加入呢 因为之前好像 不管是行动党也好 伊斯兰党也好 之后之前在2.0 3.0的时候呢 是有加入进去的 而这一次最关注的一点 Bersia 4.0集会出现了一个 被誉为是嘉宾的 敦马 那这一次5.0 不知道他会不会出席